中德近期频频互动。默克尔是时候亲华输美。 外交部官网今日消息,当地时间5月31日,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柏林同德国外长马斯举行会谈。 会谈中,王毅与马斯都对中德关系做出了高度评价。王毅表示,中德要做合作共赢的示范者、中欧关系的引领者、新型国际关系的推动者和超越意识形态的合作者。 马斯则对双边贸易提出更多期待,指出德中均信贸易大国,互为重要贸易伙伴,应共同捍卫自由贸易体系,反对贸易保护主义,维护共同利益。 王毅在柏林同德国外长马斯举行会谈。 关注国际新闻的小伙伴们应该知道,中德近期频频互动,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访华行程刚结束不过六天,王毅外长就再度启程前往德国。 对此,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解释称,当前,国际形势复杂多变,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。 中德作为全方位战略伙伴,保持密切沟通,携手合作,共同维护多边主义,自由贸易和世界和平稳定,具有积极意义。 长安街知识APP发现,这个所谓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,美国占了大多数。 长期以来,德国在经济方面长期扮演驻美国在欧洲第一盟友的角色。 德国是出口依赖型经济,其支柱产业就是大家熟知的汽车工业。 但随着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态势加强,德国终于也坐不住了。 据德国经济周刊31日报道,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对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,他将禁止德国豪华车厂商进入美国市场。 路透社报道,该周刊援引多位未具名的欧洲和美国外交人员称,特朗普4月对马克龙表示,他将坚持他的贸易政策,目的是让马赛的汽车无法奔驰在纽约第五大道上。 本月早些时候,华尔街日报原引产业官员说,美国政府考虑对进口汽车征收高达25%的关税。 要知道,德国是欧盟对美汽车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,垄断了美国90%的豪车市场。 在美销量最佳的德系豪车包括奥迪A4、宝马的3系、4系和5系、奔驰的C级、E级和CLS级。 这一关键节点,如果德国还不将目光转向更大市场,一旦汽车工业遭受重创,后果不堪设想。 就在此时,中方宣布降低汽车进口关税,迎来德国一片欢欣鼓舞。 德媒认为,这一降税措施应能有助于德国企业,以更有优势的价格销售自己的产品,尤其对德国生产商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。 宝马公司一名发言人表示,这是中国继续走对外开放道路的一个有利信号。 其实,不仅是在德国、特朗普上台后,整个欧盟与美国的裂痕不断加深。 一年来,美国先后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核协议,提升纲率关税,牵纸驻以色列大使馆等,深深刺痛了欧盟的神经。 此前欧盟并没有拿出有利的反击措施,这样的软弱只能换来特朗普的一再紧逼。 就在王毅访得期间,5月31日,美欧间的贸易争端进入决定性的一天。 白宫宣布,对欧盟和加莫两国进口钢材和铝分别征收25%和10%的关税。 欧盟也不甘示弱,强力回击。 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称,欧盟将对美国钢铝关税采取报复性行动,以回应美国撤销对欧盟的钢铝关税豁免。 他说这一情境是糟糕的,并将直接引进反平衡措施。 28对抗一,德国明镜周刊称,欧洲的愤怒相当大,欧洲不能接受美国的关税,欧洲不是特朗普权力的皮球,欧洲必须强硬回应。 价值33亿美元,包括摩托车、牛仔裤、蔓越莓芝和花生酱在内的欧洲报复清单早在半个月前就已经拟好。 欧美关系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,跨大西洋关系已经严重分裂,德媒甚至表示着标志西方时代的终结。 这也不断促使德国等欧盟国家在内向东看,寻求更广阔的市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想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